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橙子。 今天介绍一个可以生成同一角色的AI工具, 这个工具还可以让人物动嘴说话。 大家先来看看我创建的几个在不同环境中的角色吧。 这几张图片是同一个人物在不同的场景中的效果。 可能有些朋友还在ins上面刷到过这种视频吧。 今天这个工具不仅可以创建一致性人物角色, 还能让人物说话时嘴巴动起来。 接下来我们就实际去操作看看。 我们来到Artflow界面, 没有账号的只需要注册一个账号即可, 我们看到它可以创建角色、图片、视频和故事。 我们先来创建一个角色,点击Characters Builder, 这里定义你的角色。 我给我的角色定义是一个25岁的女性教师, 名字叫Anna, 拥有一头卷发和美丽的眼睛, 穿着粉色的裙子。 后面这个地方可以添加否定命令, 有错误的地方或者不需要的可以添加否定词再次生成。 这个地方需要注意的是, 要给角色定义、年龄、性别, 最好有职业定位, 这样生成的效果会更好。 我前面因为没有定义年龄, 总是给我生成一个小女孩形象, 后来经过修改得到需要的效果。 然后给角色命名保存。 接下来, 我们去到第二个功能, Image Studio。 这里可以点击General和Portrait, 官方的解释说, General这种模式可以在Video Studio中直接进行动画处理, 而Portrait这种模式在Video Studio中以动画头像的模式进行处理。 这里我选择General, 选择图片比例, 我选择3比2。 Director Mode可以用来控制你的角色, 在环境中是以全身出镜还是半身出镜的。 可以通过下面的按钮去调节大小。 Actor, 这里可以添加现有默认的模特或者训练自己的模特。 Characters, 这里添加的就是我前面自己生成那个角色。 AdStyle这里可以选择不同的风格。 最后点击生成即可。 为了方便演示后面的内容, 我让ChatGPT帮我写了一个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故事, 并且提前生成了图片的Prompt指令。 我把ChatGPT生成的指令复制过来, 粘贴在指令框里, 点击添加角色, 把我保存的角色安奈添加进来, 点击生成, 等待一下就生成了两张图片。 我把后面的指令也复制过来, 同样的方法生成图片, 不满意的图片可以添加否定指令, 或者稍加修改, 多次生成。 图片都全部完成后, 我们准备制作视频。 点击VideoStudio, 把ChatGPT的故事第一段复制过来, 我找一张比较贴合第一段内容的图片, 点击Dialog, 声音这边选择一个喜欢的声音, 我们这个故事是中文的, 所以我选择一个中文语音, 语音太多了, 我来进行一下筛选, 选择免费的成人女性, 然后在符合条件的声音中选择一个。 后面也是同样的方法, 选择比较符合语意的图片, 找到刚刚选择的语音, 然后复制到文本框里面即可。 待所有图片和语音内容都完成后, 点击导出, 给视频命名。 然后就等待视频完成。 最后, 我们来看一些高级的功能, 训练自己的演员, 可以用任意十张自己想要的图片或者视频, 训练自己的数字演员, 训练时间大概要10-30分钟, 创建好了后, 你的演员人物就可以出现在任何你想让他出现的环境中了, 但是, 这是需要付费才可以使用的功能。 那我们来看看价格组成吧, 免费版每月有100积分可用, 然后是12.83和40美金套餐, 现在有20%优惠, 看起来很便宜。 免费版本生成视频速度很慢, 上面介绍说, 专业版要快些, 不知道有没有用过的小伙伴, 来分享一下专业版的速度和效果怎么样。 要是界面很久很久还在转, 可以尝试刷新一下, 或许就可以了。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成品吧。 当我走进教室的那一刻, 我意识到这将是一天中最不同寻常的一堂课。 我是一位教师, 您叫安娜。 今天, 我决定通过一个独特的实践活动, 让学生们体验数学的趣味。 我布置了一个数学探险任务, 要求学生们组队解决一系列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数学问题。 他们需要在学校园内找到隐藏的谜题, 从中获得关键信息, 最后解锁数学之谜。 这个活动不仅考验了学生们的数学技能, 还锻炼了他们的团队合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随着课程的进行, 我看到学生们欣然接受了这个挑战。 他们在校园中奔跑, 聚在一起讨论解决方案, 笑声和兴奋的呼喊回荡在空气中。 这让我感到满足, 因为我看到他们在西系中学到了知识。 过了一段时间, 我决定将这种有趣的学习体验带到更广阔的地方。 我组织了一次数学露天课, 将教室搬到了学校花园。 在这个绿草如荫的环境中, 学生们沉浸在自然的氛围中, 通过数学游戏和探索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这个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关注我哟。 谢谢大家观看。